急救案例 2017年11月29号下午7点左右 我开车到旧金山原始点的途中 突然感到头晕 右小腿抽筋 然后感觉胸部像是针扎一样疼 胸闷喘不过气来 但正在高速公路行驶 我先生患有肺癌脑癌 建议我把车停到路边打911 我心想打911会耽误很长时间 我要坚持尽快到原始点 因为我接触原始点已经一年多了 亲眼目睹过原始点志工 帮助病人的案例 我知道这种情况下 只有原始点才能及时救我 坚持把车开到推广点门口 整个人恍恍惚惚 当时我胸部像要爆炸一样的难受 浑身发冷 气喘更厉害了 眼睛睁不开 只能看到脚底下 上面一片漆黑 鼻子和嘴感觉麻木肿了一样 口齿不轻 双手抽筋像鸡爪 志工发现我脸色苍白 赶紧过来询问 资深志工立刻先给我按推上背部 一边给我全身温敷 他按完上背部又按推头部 按完头部又反复按推上背部 这时我的眼睛开始逐渐睁开了 抽筋的双手也开始舒展了 也不气喘了 当时平躺和趴下还是有一点喘不过气来 只能坐着 志工扶着我 不停地给我全身温敷擦汗 我的衣服汗水湿透了 志工拿自己的衣服给我换上 给我做心理辅导 让我减轻心理压力 我觉得自己当时是头部和心脏同时出问题 志工采用先按推上背部 再按推头部 温敷同时进行 为了避免我和姜水腔道 按推后 在我呼吸平稳时用吸管和姜水 感谢志工们的大爱 在紧急情况下临危不乱 急救方法准确 分秒不停地救我 在我发病时首先想到的是只有原始点才能救我 感谢张医师发明原始点 更感谢志工们的爱心和救助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原始点知识 希望我也能够早日加入志工队伍 帮助更多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